大家好,我是超子 天凉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适合冬天吃的土嚼豆腐 做法简单,营养丰富,酸辣开胃 新手一看也能学会 首先准备一盒嫩豆腐对角切开 用刀轻轻地拍两下去掉外包装 然后把豆腐切成薄片 少许泡发好的木耳切成细丝 再来一小块午餐肉或者火腿 先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 一个新鲜的香菇 洗净用片刀法 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 粗细无所谓 安全第一,不要伤到手 少许提前泡好的粉丝切成小段 接下来堆一个凑胶汁 碗中放入5克白胡椒粉 20毫升香醋或者15克陈醋 5毫升为极限酱油增加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备用 再准备一个鸡蛋 单手打入碗中用筷子搅散 材料全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起锅加入清水 开大火把水烧热 先放入火腿丝 木耳丝 香菇丝 粉丝 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食材煮出香味 调味很简单 只需要放入适量的盐 一点点鸡精就可以了 将近开锅时 再放入嫩豆腐 嫩豆腐放得太早 容易煮烂 豆腐下锅以后 不要搅拌 用勺子顺着太阳的方向 轻轻的推 把豆腐推散 嫩豆腐比较焦气 稍微不注意就嘎了 乱糟糟的 大火烧开锅以后 转开中小火勾芡 火太大 芡之勾的不均匀 容易形成疙瘩 这些都是小技巧 淀粉最好选用土豆淀粉 淀粉水调的稍微稀一点 芡之下锅以后 再开大火 继续用勺子轻轻的推 眨望不好淀粉的用量 可以分两到三次勾芡 直到把汤汁烧成米糊状 也就是米糊芡 冬天嘛 天冷就要喝稠一点的 清糖果水的不好喝 一直用勺子轻轻的推 使芡之受热均匀 快速成熟 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芡之成熟以后 倒入调好的料汁 继续用勺子轻轻的推 胡椒粉不能直接放到锅里面 也用醋卸开 放到锅里面会形成疙瘩 料汁呢 出锅之前放 这样醋香味不会挥发 最后再顺时针 淋入打好的蛋液 用勺子轻轻的推 使蛋液快速成熟 再次开锅以后 蛋液全部飘起来 就成熟了 倒入盆中 再撒上一点葱丝 姜丝 香菜 拧少许芝麻香油 一道简单营养又好喝的 醋焦豆腐就做好了 天冷给家人做一碗 暖身又暖胃 学费的同学点完赞 赶紧做给您 谢谢人吃吧 再忙带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